过来吃个螃蟹 波动拳不小心打中的阿莱 把阿莱的伤害全部吃满 大招过墙 普攻推 接一技能敲飞 波动拳收尾 吃我一个波动拳 大招直接撞 呃 问题不大 无非就是 多讲一个瞬移的事情 星 星葵这个大招没有过墙 一技能调味两个人一起撞 呀 差了最后一项 罗德二技能中间会有一个时间差 技能就跳那个时间放 那就不会空 也就是他每怀一次 我们就补一个技能 单杀 那技能波动拳位移 没有味道直接瞬移 把他留住 燕娜正在过来 吃个补包 确保不要被秒 雪兰已经恢复到一半 近距离作战 也不怕 波动拳 空了 再一次被青燕连到 普攻一推 拉茲击杀距离可是很远的 大招瞬移 普攻一推 生龙拳 等对面先连成一条线 波动爆雷拳 推一下他 你竟然留着 不要拿来位移 因为还有一个 赔赔 波动拳三杀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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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三个残血 完了 嗯 这 这 这活下来啦 那玩的人就变成是你了 描一下 先收一个握马尔 有瞬移的 可以直接追 一直推 顺便借奎伦 拿来位移的两段 一拳就可以打死的 但是距离不够呀 别急 还没有到我们出场的时候 拉兹的进场 要不就直接秒掉对方一个人 要不就好几个人一起打 波动把三个人包了起来 现在射飞师踩这三个人 我们再后续补一个大招 没有踩 大招瞬移直接撞死隐形的悟空 普攻一二技能的连招拿下双杀 拉兹每放完一个技能都会有一个小滑步 所以要追拉兹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好多的技能啊 随便中一个都要死的 一边走一边输出 这个瞬移标没有中 嘿嘿 那现在就轮到我追你了 升龙泉 有个奎人在靠近 闲下手为强 三拳秒杀 我不在我不在的 大拖一 波动 要是对面还要继续打凯撒 就可以继续隔着墙 波动 不打的话 波动拳就用来留人 残血的纳克飞进来原地开大 升龙泉双杀 波动拳给小丑 一滴 要过克莱斯的位置 波动拳打在牙连的身上 打出复合甲 大择瞬意直接压牙连起身 把克莱斯往回推 对面已经打了两个 可以开始追击 凯撒的血浪这么残 先把凯撒也拿下 零换四 还剩一个紧 三个人一起去追 可以一波的分工合作 有缘去追 有缘去亲中兵 我也来了 保护我方叶娜 升龙泉打掉复合脚 用大招没有牙道起身 但是能杀 拉着的斩烧线是满血 虽然另一致意识到 可以用大招拉开距离 大招加了个瞬移 还是打得到 没位移了 慢慢悠悠地走出塔 画面上多出了一条奇怪的红线 你在这里啊 现在是谁在暗示我 死亡就会在不经意间追上你